来看看在第四剧型里面的 第二个翻译的练习 在第二个练习例句当中呢 我们说了 他给他的朋友和他的丈夫的朋友 记了很多的圣诞卡 好 这个主角 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句子 当然就是他咯 他做了什么样的动作 是给 你看到老师故意这样写哦 在黑板上呢 故意写了一个给字 也写了一个记字 但是请问你 这个主角他做了什么样的动作 是直接拿给朋友吗 不是 是记了 所以动词是记 要特别注意哦 受词 对象呢 人就有两大群哦 一群是他的朋友 一群是他丈夫的朋友 所以有两群 诶 受词当有 这个人有两群的时候 记得该用什么连接啊 该用end来连接哦 另外呢 还有一个 记了一个什么样的物品 圣诞卡片 而且是很多的圣诞卡片 好 所以呢 他的基本句型已经出来了 叫做他 是 好 我们写小写就好了 来 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我们写小写就可以了 好 记呢 到底是什么 我们已经讲记了 我吃过饭了 我写了作业了 我做完工作了 这个了呢 其实呢 在我们的中文里面 表示的就是一个过去 所以记了 记得了 动作已经发生了 所以这个记 我们用过去式 好 记这个动词呢 它的原型是send 过去式是不规则变化 不能加ed哦 是变成sent 记给谁 他的朋友 her friends 还有谁呢 他丈夫的朋友 her husbands her husbands 老师写上面好了 friends 然后呢 不要忘了哦 在这里呢 老师先把它写隔开 因为呢 我们还没有要写完整的句子 我们只是稍微看一下 它的句型而已 所以老师呢 在这里先写逗号 假设 把它隔开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Christmas card Christmas card 有没有 好 字面上的意思很简单 他寄给他的朋友 他丈夫的 丈夫的 在这里是husbands husbands 好 老师写得太快了 her husband 他先生的 他丈夫的朋友 然后记了圣诞卡片 基本剧情出来了 对不对 好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咯 不要忘咯 在这里的人 我们说呢 授语动词 send 过去是send 它后面呢 有两个授词 一个为人 一个为物 但它的人 又包含了两大群 有没有看到 有这么多耶 这个老师红色粉笔画起来都是人的部分 那么呢 在老师接下来呢 橘色粉笔呢 要画起来的部分呢 所谓的Christmas card 是属于物的部分 有没有看到 好 我们说呢 当一个句子出现 两个主词 一个动词 这两个主词 要用连接词连接起来 当出现了一个主词 两个动词 这两个动词 也要用连接词连接起来 那么主词动词的后面授词 授词本来是分人跟物 不需要加什么 它不同类型 不需要加连接词 但是要特别注意 如果人有两群人呢 那当然就要加连接词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我们先把它写下来 写下来 She sent 她寄给了 怎么样 有两群 我们用both and的 来连接好吗 both and的是 谁和谁 这两群人都怎么样的意思 both这个字的本译 是有两者都的意思 所有的两者 不是数量为二哦 像这样的两群 她自己的朋友 跟她丈夫的朋友 两大群也是可以用both的 both her he're friends 然后加一个and and her husbands 好,她丈夫的朋友,friends 好,有没有看到? 我用both and来连接这两群的朋友 both and 好,她的朋友跟她先生的朋友 两边的人都记了 记了什么东西? 她是记了很多的圣诞卡 所以你不能直接写Christmas card 不对,很多 我们写下来叫做a lot of a lot of Christmas card 还是cards 当然你知道 要加est 好,这个是要加est 所以整句话看起来好像很长,对不对? 其实它的句型是一样的 主词,兽语动则后面来一个什么? 来一个人 再来一个物 只不过它的人因为有两大群 所以我们用both and把它连接起来 感觉好像整句话拉长了,对不对? 记得了,这整个是人 a lot of Christmas cards 叫做物 来,换个位置吧 我们把位置换过来 等于什么呢? she sent 她记了 she sent a lot of 来,写下来 a lot of Christmas cards 她记了许多的圣诞卡片 本来是两群人哦 同学记得了,不要忘记它的基本用法 人在前,物在后,不加介细词 现在我们要把许多圣诞卡已经拿到前面来了 she sent a lot of Christmas cards 她记了很多的圣诞卡 给谁呢? 给这两个人 不是两个人哦,讲错了 是给这两群人 这两群人都记了哦 所以记得,物在前,人在后,要加介细词 那么send这一个兽语动词呢 你可以去翻一翻前面哦 它的兽语动词后面的介细词 配的是to 所以看好了哦 是这两群人都给了哦 both to 是给谁? to her friends and还有谁? 还有她丈夫的朋友 好,来后面呢 我们就不写了 要特别注意一下哦 both and出来 老师帮你画起来咯 both and在这里 不要忘了哦 物在前 a lot of Christmas cards在前面 人在后 介细词摆在这里 这两者 这两个人都给了 这两堆人 两群人 随便你怎么形容 他都有给 both to her friends and her 什么 and her husband's friends 所以这样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虽然句子看起来乍看之下 好像很长 但是呢 你把握住在第四句型 所谓的兽语动词后面的 人跟物 所谓的间接受词 跟直接受词 这样子的相互关系 每次在做这样的题目的时候呢 稍微呢 把主词动词 受词 记得 他有两个受词找出来 交换位置的时候 记得物在前 人在后 要加介细词 那么这样的一个 很长很长的例句呢 相信 我相信各位同学 其实呢 现在慢慢的 你已经不再惧怕 那很长的句子了 对不对 只不过呢 所以比较长的句子 只不过呢 它修饰语多了一点 修饰语多了一点 或者是把主词加长 把受词呢 用and的连接起来 像刚才的这个例句一样 把它拉长了 然后呢 句型再变化一下 其实我相信 在常的句子 它都是从基本句型变来的 应该难不倒 各位同学才是了 好 这个是在第四句型里面 我们提到了 有关于受语动词 不要忘了动词 动词的 我们说的五大句型的 第四句型 SVOO 这样的第四句型 它的动词族群的名称 称为受语动词 也不要忘记 再记得 它是受语动词的同时 要注意的重点是 什么样的受语动词 配什么样的介细词 你要搞清楚 再来受语动词后面的两个句型变化 一定要特别注意 好 第四句型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接下来要看的 当然是 第五句型 第五句型 SVOC 来看一下 从这四个符号里面 来看一下这个句子的句型结构 一个句子的基本 什么 基本结构 主词加上动词 什么动词 集物动词 为什么我知道它是集物动词 因为它后面有一个受词 紧跟着受词 提及他物 叫做集物动词 可是光讲到受词是不够的 为什么 因为没有办法怎么样 没有办法 如果句子讲到受词 还没有办法表达清楚的话 那么再加一个补语 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补语是补充说明谁的 SVOC 我们说在五句型里面 第二句型 来哦 第五句型是SVOC 第二句型是SVOC C 这两个句型里面都是有补语的 老师稍微跟同学解释一下 假设 我们直接看例句好了 从例句里面直接来了解 第一句 They found the stranger a spy 他们发现那一个陌生人 假设这句话这里就没有了 这句话完不完整 完整 它是属于第几句型 第三句型叫做主词 动词受词 他们发现了那一个陌生人 本来在这个房间 这个房子本来是我的 空无一人 应该没有人住才对 结果一走进去 他们就发现那里有一个陌生人 他们发现了那个陌生人 叫做 They found that stranger 他们发现那个陌生人 但是呢 他这句话不是要讲这个 他们发现那个陌生人 鬼鬼祟祟的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就在那里鬼鬼祟祟的 原来呀 他们发现了那个陌生人的身份 他是一个间谍 他们发现那个陌生人 要把陌生人的身份讲清楚 间谍的时候 这时候就从第三句型 变成了第四句型了 主词 动词 受词 The stranger 是受词 请问你 这个spy指的是谁 谁是间谍 他们是间谍吗 不是 那个陌生人 是间谍 所以记得 在第五句型里面的 所谓的补语 它是 补充说明 受词的 这个spy 是指stranger 不是指主词 像这样子的补语 我们称为 受词补语 补充说明的 补充说明受词的 叫做受词补语 那在这里 第二句型 我们刚才提到 请同学一起记起来 第二句型 我们已经教过了svc 他有没有受词 没有 那么这个c是指谁啊 不要忘了这个基本句型 他看起来很可爱 she looks cute cute的讲的是谁 cute的讲的是she 讲的是主词 所以像这样的补语呢 叫做主词补语 顾名思义 补充说明主词的字句 叫做主词补语 补充说明受词的字句 叫做受词补语 这样同学了解了吗 好 很简单对不对 好 所以在第五句型svoc 记得这个c 这个补语是来说 说明受词的 好 第一个例句 我们看过了很简单 他们发现 哪个陌生人呢 他是一个间谍 再来看一下第二句 We must always keep the classroom clean 来 主要的句子 找出来 句型结构 主词 主角是谁 我们 我们呢 必须要保持 在这里 是什么 动词 不要忘了 动词还会包含 住动词的部分 住动词是帮助一般动词的 既然是帮助他 跟他是一国的 所以住动词 要跟动词 摆在一起 称为动词的部分 好 在这里呢 有一个 我们要保持什么 教室 这个是呢 保持的对象 那是寿词 保持教室怎么样呢 来一个补语 clean 所以的clean 是谁clean啊 不是我们要保持干净 不是保持身体的干净 这里clean指的是 我说了 在第五句型当中 这里的补语指的是 前面的这个寿词 好 所以同学要看得懂 不是我们身体要干净 而是要保持教室的干净 那这个always是什么 这个always是一个 频率副词 它是一个修饰语 它是一个修饰语 总是怎么样 我们呢 要一直保持教室的干净哦 我们要一直保持教室的干净哦 在英文里面 we must always clean 抱歉 we must always keep the classroom clean 我们呢 要一直保持教室的整齐清洁 就是这样讲 第三个句子呢 是一个呢 很习惯的用法 什么意思 来看一下 all work 你说老师 哦叫全部 work为什么没有加s啊 不要忘了 work解释成工作 如果当名词 它是不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 是不能够加s的 同学不要忘记了 all work 叫做一直在工作 总是在工作 你一直在工作 字面上意思是全部的工作 那全部的工作都给你做 那你就必须要一直工作了 对不对 一直工作 还有no play 这里的play也是当名词 它是跟work play 是相对应的 一个是呢 一直工作 一个是呢 没有玩乐 工作跟玩乐 本来我们说呢 工作的时候呢 要找空闲的时间 让自己relax 轻松一下 所以呢 在工作之余呢 有空闲时间的时候呢 要去玩乐一下 但是在这里是很强烈的告诉你 它一直工作 然后它没有什么 没有休闲 没有玩乐 makes 这里的make不是制造哦 这里的make中文翻译成 使得 使得什么 jack j-a-c-k a doll boy doll 要特别注意哦 d-u-l-l doll 要特别注意哦 这是一个什么 迟钝的 迟钝的 所以呢 使得杰克变成一个迟钝的小孩 迟钝的男孩 老师一定要是杰克吗 不能换成别人吗 不好意思 这个是一种什么 这个是一种谚语的说法 谚语的说法 就像我们中文的成语一样 指鹿为马 你会不会随便把鹿跟马换掉 换其他两个动物 当然不行 所以呢 当我们发现 你一直在读书 然后都不去玩 真的耶 有这样的同学耶 在你的班上可能也有这样的同学 你每次看到他的时候 他都已经怎么样 他都是在看书 他的什么 他的近视的近片呢 已经好厚一层了 对不对 可是他还是拼命在念书 都不去玩乐的 所以这时候就有一个谚语来形容 但是呢 因为他谚语啦 就跟我们的成语是一样 它是有典故的 所以请你不要随便把它换掉 不要随便把它换掉 这句话就在告诉你啦 你呢 一直在工作没有玩乐呢 会变成一个呆瓜哦 变成一个迟钝的小孩 那就是变成呆瓜 其实在英文里面有很多的什么 很多的一种习惯性的用法 他会讲到某一个人的名字 那当然真的指那一个人吗 不一定啊 就像老师举一个例子 我们中文呢 讲到偷窥狂 对了 爱偷看人家的 偷窥狂 偷窥呢 在英文里面叫做什么 Pipping Tom 为什么是汤姆啊 你说老师 我的英文名字就叫汤姆耶 我又不是偷窥狂 为什么呢 偷窥狂要用 Pipping Tom Pip P-E-E-P Pip这个字本来就是偷看的意思 看有很多种耶 对不对 仔细地看 或者呢 眼睛睁开来看 或者呢 很生气地瞪着人家看 不同的看 在英文里面 有不同的表现 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跟同学呢 介绍到这样的字 那么Pip P-E-E-P Pip这个字呢 就是指偷看的意思 这个是指以前呢 这是有典故的 典故老师在这里 很快地跟同学介绍过 以前在中古世纪 有所谓的那个庄园 庄园这样子 就是有一个领主 然后下面有一些呢 阶级比较低的 什么殿农啦 他要跟领主呢 怎么样 租地来怎么样 租地来过日子 种田来过日子 可是呢 他种田呢 所得的一些农作物 很多都是要贡献给 什么样 都要 也不是贡献 等于是说 像缴租金一样 是要回馈给领主的 可是呢 在18世纪的时候 有个领主 非常的残暴 他呢 给那些底下的 那些殿农啦 那些比较呢 阶级比较低的人 收了很多的什么 收了很多的租税 可是那个呢 领主呢 他有一个非常 那个很小气 很残暴的领主 有个非常慈祥 非常人厚善良的 一个什么 太太 那么他有一天 就跟他的丈夫建议 说 他们那些很可怜 不要再给他们 他们已经吃不饱了 不要再给他们 收那么多租税了 那个领主呢 因为呢 怎么样 心胸狭隘啦 看他美丽的老婆 竟然还帮那些 穷苦人家在说情 于是他就呢 开玩笑说 好啊 你如果能够脱光衣服 骑着马呢 绕我们的什么 城里面一圈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 减轻他们的租税 好 那个呢 善良的那个领主太太呢 为了要怎么样 为了要帮他们 底下的那些子民呢 怎么样 争取福利了 希望他们日子 可以过得好 他竟然就答应了 但是呢 他就跟他们 那些子民呢 讲好说 我什么时间呢 要怎么样 要裸体骑着马 绕城一圈 所以呢 约好那个时间 大家都必须要 把门关起来 不能偷看 那当然了 人性是怎么样 我们以前荀子说 人性本恶 对不对 就有一个这么恶的谁 Tom 有没有 对了 你看 Tom他是一个裁缝师 他就怎么样 他就呢 偷看了 可是很奇怪 如果只有一个人偷看 人家怎么会知道 他在偷看呢 我也搞不清楚 反正就是这个裁缝师 Tom他偷看了 于是乎 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话 就叫什么 一臭万年 对了 从那个时候 这个Tom就开始 被人家诅咒 到现在 我们在讲偷窥狂的时候 还是讲 批评Tom 有没有 所以你看 老师再举了 这样的例子 可以让你知道 其实他常常会用一些人名 其实他也是有典故的 用一些人名 来形成他的特定的说法 就像我们台语常常讲的 比如说 乐透没中 对不对 你买了乐透彩卷没中 我们说 又供估了 为什么打的 每次都是那只乌龟 很倒霉 对不对 可不可以换一只 不行 因为大家都讲供估 有没有 所以这样的习惯性的用法 同学要把它记起来 把它记起来 好 这个是老师顺便帮各位提到的 很有趣 对不对 同学呢 可以在学英文 其实英文本来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因为它是表达自己的情绪 表达自己感觉的一种工具而已 所以你只要能够拿捏的 拿捏的恰当 或者呢 把它学得很什么样 很透彻 我相信同学要灵活运用 绝对没有问题 好 回过头来 看一下第五剧情里面 老师举的第四个例句 I'm going to paint my house why tomorrow 我打算be going to 将要怎么样 打算怎么样 我打算paint paint的本意叫做什么 paint当名词是油漆的意思 当动词叫做擦油漆 叫做擦油漆 所以呢 我打算要擦油漆 to后面 那当然是原型动词 我打算要擦油漆 擦什么油漆呢 把我的房子呢 漆成白色 漆成白色 什么时候 tomorrow 我明天打算 把我的房子漆成白色 看好了 把什么物品漆成什么颜色 在英文里面 说法很简单 paint paint 擦油漆 后面加上物品 对象 然后再加上什么颜色 就可以了 中间不需要任何的介细词 所以明天打算 把我的房子漆成白色 英文讲成 I'm going to paint my house white tomorrow 很简单的一种说法 你们看到主词 动词是一个片语 be going to 将要 来动词 将要漆 将要擦油漆 be going to 加上一个原型动词 然后呢 对象就是这个授词 有没有 物品这个授词 就是my house 然后这个c呢 就是补语 你的房子是要漆成什么颜色 白色 就像我刚才告诉你的 这一个补语 是在补充说明谁的呢 这个补充说明的 不是我这个人要变成白色 不是我要变成白色 是房子变成白色 补充说明授词的 它是一个授词补语 好 那么老师举了这四个例子 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c 在第五句型当中的c补语 是补充说明授词的部分 称为授词补语 好 那么在这个句型里面呢 还要特别注意到咯 在这个第一个 老师提到的重点当中 我们说 使义动词跟感官动词呢 要用不定词 或者用分词 当它的授词补语 什么意思呢 来看一下 在这四个 已经写上去的例句 讲解过的例句当中 你可以发现来 我们把补语的部分找出来 a spy 一个间谍 是名词 clean 干净的 它是形容词 再来 这里一个笨笨呆呆的男孩 你看到男孩 有没有 名词 再来这里的白色 也是形容词 有名词 有形容词 名词 形容词 在一般的句型 一般的第五句型当中呢 这里的补语 大部分都是用名词 用形容词比较多 用名词 用形容词比较多 但是有两个很特殊的动词族群 同学要特别注意了 像什么 使忆动词 像什么 感官动词 它会用不定词 不要忘了 不定词包含两种 一种是圆形不定词 就是圆形 跟圆形动词 长得一模一样的 一种叫to 不定词 就是to加上圆形动词 好 记得不定词有这两类哦 它可以用不定词 或者用分词 分词也包含两种同学 一种叫做现在分词 也就是动词ing 一种叫做过去分词 也就是pp 很特殊吧 在这两个动词族群当中 一个叫做什么族群 一个叫做实意动词 一个叫做感官动词 它可以用不定词 用分词 当它的什么 当它的受词补语 那正确的用法 真正的用法 详细内容是什么呢 受语动词又是什么 抱歉 实意动词又是什么 感官动词又是什么 那么跟之前 在第四的句型当中的 所谓的受语动词 或者我们之前提到的 连绥动词 这样子这么多动词的族群 它的用法 有什么不一样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实意动词跟感官动词 它的用法重点 好 来看看黑板上的重点呢 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实意动词 又多给一个同学呢 文法名称 那么不要忘记了 文法名称代表用法 直接从字面上了解 就可以了 所以来看一下 实意动词 实 我实它去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一种命令 一种发号司令 对不对 如果口气重一点的话 就是强迫性的 我们也可以一种拜托 语气比较缓和的一种拜托 基本上实就是一种命令 一种拜托的意思 意呢 是工作 工作 所以呢 叫人家去工作 命令人家去工作 拜托人家去做什么工作的动词呢 在英文里面就叫做 实意动词 这样了解吗 所以从字面上了解就可以了 实意动词 拜托人家 或者命令人家 强迫人家去做一个工作的 这样的动词 叫做实意动词 在这里的实意动词呢 老师整理了三大类 三大类 首先 make或者是have 你又看到这两个讨厌的动词 又出来了 对不对 M-A-K-E make它的用法 其实呢 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那么have H-A-V-E呢 它的用法也很多 基本上解释成有啦 解释成吃吃喝喝啦 对不对 都是have 不过 这两个动词 如果当成实意动词来看的话呢 中文解释成 叫某人去做什么事情 叫某人去做什么事情 那这个make呢 是比较强迫性的 比较强制性的 逼迫 强迫人家去做什么工作 用make 那么have呢 是语气比较缓和的 拜托人家什么 依赖人家 依赖人家 要去请求人家做什么工作 这个呢 这两个 其实中文解释成 叫某人去做什么事 但是你在用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哦 这是比较强制性的 这个比较缓和的 叫某人去做什么事情 记得这个人动作 后面的这个 是所谓的 受词补语的部分 所以做这个动作的人 是受词 而不是最前面的主词 这个你要搞清楚 好 make跟have 当实意动词的时候 它后面可以用 圆形不定词 或者用pp 其实圆形不定词 就是圆形动词嘛 就是跟圆形动词 长得一模一样 可是它为什么 不能叫圆形动词 开玩笑 前面已经有老大动词 在这里了 你怎么还可以叫动词 所以虽然长得一样 换个名称好不好 对 换成不定词 所以它圆形不定词 写法就是跟圆形动词一样 好 那么用圆形不定词 跟用pp差别在哪里呢 用圆形代表的是主动 就是这个受词 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动作 主动 而如果用pp的话 你知道pp在 pp过去分词 在文法上的含义 就表示被动了 所以这个受词 要被怎么样的时候 被动就用pp 有没有看到 好 那么很快的看下来 let也是一样 主动的时候 是用圆形的 被动比较特殊 它要加一个b 而且这个是圆形的b 圆形的b 能不能改成mr意思 不行 为什么 因为let这个动词的后面 碰到动词的时候 要用圆形 let后面碰到它 要用圆形 所以用圆形的b 加上pp 这比较特殊 这里要多一个b动词 再来get这个词一动词 就讨厌了 你看一下 它的什么 它的主动的表现的时候 它是用to 加上圆形动词 也就是to不定词 to不定词 就是to 加上圆形动词 那么圆形不定词 就是长得跟圆形动词一样 你看哦 在主动的时候 get跟人家不一样哦 那么被动 还是要用pp 来表现 好 基本上呢 这三个被动 都是用pp 但是这里多了一个用法 那么光这样记呢 同学 你要不要来背这个表格 不需要 不需要来背这个表格 我们直接呢 多看一点英文的例句呢 直接把这样子的用法 带到例句里面去 来看一下 第一个重点 I can't make him understand it 第一句 I can't make him understand it 我没有办法强迫它 去了解这件事情 我没有办法呢 让他了解这件事情 我没有办法叫他了解 这一件事情 就是 哎呀 他的什么 假设这样讲好了 比如说 我们在讲这句话 哎呀 他的智商有限 对不对 这么深奥的事情 他怎么会懂呢 我没有办法强迫他了解 这一件事情 I can't make him understand it 这里的understand 为什么用圆形啊 记得 是他跟他 受词之间的关系 来我们把它写上 这一句话呢 为什么代表 它的是第五句型呢 主词 动词 受词 我不能够使他了解 了解的人是谁呀 了解的人是他 有没有 补充说明受词的 这个叫做受词补语 我无法使他了解这件事情 I can't make him understand it 你有看到 他跟了解这个动作之间的关系 人可以做出了解这个动作 那么是主动 记得主动就用圆形不定词 圆形 第二句话就不一样了 I can't make myself understood in English 这句话呢 感觉上 怎么跟这句话好像哦 可是他的用法不太一样 那当然了 所代表的含义 那真的是十万八千里 来看一下 它代表什么含义呢 在这里还是一样 主词 动词 受词 我无法使我自己 同学先看好这边 in English 中文解释成 用英语 in加上语言 是用某一种语言的意思 所以in English 叫做用英语 in Chinese 叫做用中文 好 我无法使得我自己 用英文了解 不对哦 我无法使我自己 用英文被别人了解 什么意思啊 我讲的英文 别人都听不懂 为什么 因为我都用逐字翻译的 对不对 有的同学呢 每次看到一个中文 都用逐字翻译 所以呢 老外是有听没有懂 所以这句话 I can't make myself understood 在这里 为什么用 它的补语是用 PP来表达呢 为什么用PP 过去分词 因为PP代表的是什么含义 对了 PP代表的就是被动 它代表的就是被动 所以 我无法使得我自己 用英文被了解 这句话呢 还有一个更好的中文翻译 叫做 我无法用英文来表达我自己 我无法用英文来表达我自己 表达我自己 我们不需要用到 Express表达这个动词 我们直接用这样子的表达方式就可以了 I can't make myself understood in English 所以同学看一下一二句这两句话差别 很多同学会搞不清楚 我无法使他了解这件事情 他能不能了解呢 不能了解 他可以做出这个动作 但是我无法 我无计可施 我没有办法解释给他听 因为呢 我自己怎么样 表达能力比较差 我无法使他了解这件事情 这里呢 第二句话不一样 我无法使得我自己 你看受词是我自己 无法使得我自己用英文 被了解 被别人了解 我会用英文 但是别人呢 无法了解 对不对 那就是自己表达能力太差 英文太烂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 一个是主动的 主动用原型不定词 被动 understood PP 同学在这个部分呢 要特别注意一下 所以在这里呢 他有一个in English 叫做用英文 用英文 我会不会用 会用 但是讲出来 人家能不能懂 不懂 换句话说 我用英文来表达 我自己的时候呢 别人是不了解的 我无法用英文来表达 我自己 这句话 第二句话 我们常常会听到 我们常常会听到 所以当你在跟老外 讲话的时候 你可能会基本的 conversation 基本的会话 但是真的要表达 自己的情绪 自己的看法 想法的时候呢 你讲了半天 而且比手画脚 你的肢体语言 你的表情 然后你的 警惠用的那几句英文 都用出来的 老外还是满头的问号 这时候你只好呢 怎么样 只好呢 很尴尬的说 这样的一句话 这句话 谢老师已经教你了 要会 不过呢 在听过谢老师的教学 我相信你不会遇到 这样的窘境才是 好 所以呢 一个圆形 一个是PP 要特别注意一下 再来看第三个例句 he wouldn't let his daughter go out alone 他不让 let的解释成让 他不让他的女儿 go out alone alone是独自一个人 go out alone就是呢 独自一个人外出 他不让他女儿 独自外出 还是一样 来看一下 他的基本的句型结构 主词 在这个部分是动词 受词是他的女儿 有没有看到 补语 出去的人 外出的人 不是他 而是他女儿 他女儿可不可以 做go这个动作 可以 我们说了主动被动 怎么判断 主词如果是我 动词是吃 我可不可以 做吃的动作 可以 那就是一个主动 如果我给你一个 主词是蛋糕 动词是吃 蛋糕是怎么样 蛋糕是被吃 所以这时候是要被动 在这里虽然 它不是主词 是受词 但是不要忘了 我们说补语 在这个句型当中的补语 是补充说明受词的 所以它到底代表主动 还是代表被动 要看这个补语 跟受词的关系 女儿 人 可以做go的动作 所以是主动 那么主动 在let的后面 let这一个 十一动词的后面 我们用的是原型 He wouldn't let his daughter go out alone Alone叫做独自一人 Alone也可以指 把东西摆在那里呢 怎么样 不去动它 不去管它 也可以叫Alone 所以我们可以讲 当你在写功课的时候 旁边弟弟妹妹 或者是某人 在吵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告诉她 Leave me alone Leave me alone Leave这个字又遇到了 L-E-A-V-E 让我自己一个人 独自独处吧 Leave me alone 就是你别来烦我 让我一个人 Leave me alone 让我一个人 别来烦我 中文就叫 Leave me alone 当有人在碰你的东西的时候 你说不要随便碰我的东西 英文叫做 Leave my things alone Leave my things alone L-E-A-V-E Leave Leave my things alone 别碰我的东西 所以这个Alone 这个很好记得 把这样子的日常绘画的用语 记起来 所以在这里的部分 Letter后面 我们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原型 代表主动 再来第四个例句 来看一下 He let the work be done soon 我们刚才告诉你了 Letter后面 主动 用的是原型 Letter后面 来看一下这个句型结构 主词 动词 授词是工作 工作会不会自己做 工作不能够自己做 所以这里的补语 我们要用的是PP 我说过补语 主动还是被动 是看它跟授词的关系 工作当然是要被完成 所以He let the work be done soon 它使得这个工作 很快的被完成 它让这个工作 很快的完成 我们中文是这样讲的 它让这个工作 很快的完成 可是工作能不能 自己完成自己 不行 一定是某人 去完成这个工作 所以授词跟补语 之间的关系 是被动的时候 在Letter的后面 要用Be done 在Make的后面 直接用Understood PP就好 Letter后面 要加一个原型的Be Be done 有没有看到 它之间的差别 这个差别呢 就是你要学习的 你要记得 同学 请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特别注意一下 He let the work be done soon 它让这个工作呢 很快的被完成 中文虽然看不到被字 但是你在用的时候 记得要把PP Be done 只要PP 用上去 好 第五个例句 You don't have to do it by yourself You don't have to have to 叫必须 Do it 做这件事情 by yourself 你自己 你不需要独自一个人呢 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yourself 我们常常会看到 你看哦 常常会看到 有所谓的DIY 有没有 DIY 三个大字呢 大写字母DIY 就是叫做 动手 自己动手做 有没有 所以呢 我们常常会看到 有一包 同学呢 可能常常到店里面 去买一包东西啦 可能做起来是一个小娃娃啦 一个小玩具啦 它上面写一个DIY 玩具组 有没有 什么叫DIY 就是 Do it yourself 自己动手做 自己动手做 就是这三个DIY Do it yourself 那么在这里呢 再把这句话看一遍 you don't have to do it by yourself 你不需要独自一个人 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I'll get him to help you to finish it 哇 这句话真的好麻烦哦 你们发现 你看到好像有三个字 它的词性本来都是动词的 哪三个 来我们把它找出来 一个叫做get 一个叫做help 一个叫做finish 一个句子出现了三个动词 但是它没有连接词 为什么没连接词 因为这三个动作不是独立的 不是独立的 所以你当然不能用到什么 不能用到连接词 那既然不能用到连接词的话 那这样的动词可能会有做变化 来看一下这个句子 I'll就是I will 同学你知道 I'll是I will的缩写 好 那么will是助动词 助动词后面要跟原型动词 所以真正的动词在这里 主词后面真正的动词在这里 它是老大 对不对 后宫家立三千人 妻只有一个 其他都叫妾 有没有 这个叫做老婆 大老婆 妻哦 其他后面都不再是动词 在没有连接词的状况下 动词就只有一个 在主词后面的这个 I'll get him 我要叫他 做什么事情 在这里中文解释成叫某人哦 不是我要得到他 不对 I'll get him 我要叫他 又来个动词 我说过 在没有连接词的状况之下 后面的动词 要看前面动词的脸色 我们刚才讲了 make have 后面如果是主动 用原形 同学可以看到你的讲义 如果呢 十一动词是make 是have 主动的时候呢 它用的是原形 let 主动的时候也是用原形 可是get 叫他去帮忙你 get 在主动的部分呢 我们用的是不定词 to help 所以这里的to help 是看谁的脸色 看他的脸色 有没有 受词跟补语之间的关系是 主动的时候 get后面要用to不定词 就是to加原形 他是看他的脸色哦 所以我将叫他帮忙你 帮忙你做什么事啊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还有一个动词 对不对 finish 那这个finish呢 要看谁的脸色 没有连接词的状况之下 这个老大管得到他吗 这个叫做天高皇帝远 对不对 管不到他 所以这个finish要怎么表现 要看他的脸色 有没有看到 所以记得咯 在这里的主动词 没有连接词 老师一再强调 没有连接词的状况之下 we有主动词 只能管到一个 也就是本动词 表现实态的这个本动词 叫get 他用原形 help 为什么要用to 加上help 是因为get的关系 get说 受词后面的博语 再来一个动词的时候 要用to不定词来表现 所以用to help 那么这里为什么用to finish 因为有一个重点 老师要在这里特别告诉同学 老师写在这里 help 帮助某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后面用to加原形 甚至于用原形也可以 他有两种用法 记得help 帮助某人去做什么事情 用原形或者to加原形 他有两种表现 他有两种表现 于是乎我们呢 就把它括号起来 可以省略 可以省略 所以你可以讲 to help you finish it 或者是 to help you to finish it 都可以的 老师呢 因为这样的句型 老师要问同学一个问题了 虽然它不太可能发生 一个句子在没有连接词的状况之下 出现了一百个 好多对不对 出现了一百个 在单字表里面背道的是 动词 词性的字 有一百个 请问你 第一百个动词怎么样表现 要以谁为准 以第九十九个为准 第九十九个动词怎么表现 以谁为准 以第九十八个为准 有没有 以此类推 所以不定词是以他为准 这里呢 用不定词或者原形的 to finish finish都可以 是因为以他为准 老师已经把箭头画上了 所以同学呢 在呢 讲听课的过程当中呢 老师所要求的重点你也自己要照系老师所告诉你的呢 把它加强一下 所以呢 那时候呢 这里提到的have过去是had 千万不要翻译成我有我的头发 谁没有头发啊对不对 当然我当然不可能有你的头发 除非说你的头发剪下来 我收集起来对不对 一般来讲来看一下前后文 很多同学说老师have你说了 有解释成有解释成吃解释成喝 have还可以解释成什么 还可以当注动词 have has加PP 那么have还可以解释成叫某人做什么事 当一个动词有这么多这么多 不同用法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它要怎么解释呢 不要怀疑嘛 一个句子前后文看完了 再来判断 来看一下 I had my hair cut 我吃掉我的头发不对 我喝掉我的头发更不对 我有我的头发 cut叫剪 什么叫我有我的头发剪 当然不对 所以这里很清楚的 这里的had的解释成 我使得我的头发 看一下这里是什么 句型结构来看一下 主词 动词 我使得我的头发 授词 头发怎么样了 在这里是补语 cut 同学来判断一下 我们说cut的动词三态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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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三态都一样 但是不要忘了 你如果熟悉这个句型 熟悉谢老师现在跟你讲的 第五句型的svoc 这个c是判断他跟他的关系 这个补语是指什么 这个补语是指受词跟他的关系 所以这个补语称为受词补语哦 补语跟受词之间的关系来判断主动或者是被动 请问你 我的头发要剪 是怎么剪啊 当然是被剪 有没有 所以很清楚的这里的cut 它是 PP 这里的cut 它是PP 表示被动 我使得我的头发被剪 我们中文叫做 我剪头发了 我剪头发了 所以记得我们中文听不出来有被动的意思哦 其实中文的说法反而是比较不科学的 我剪头发了 谁剪啊 当然了 我们熟悉这个语言 因为国语是我们的母语 我们都知道 当有人告诉你 我剪头发的时候 当然不是自己剪 没有那么厉害 对不对 所以千万不要把它翻译成 I cut my hair 除非你真的自己拿起来 拿起剪刀 自己乱剪一通 如果是自己动手剪 那你可以讲 I cut my hair 但是一般的状况都是去 美容院 去理法院 请别人帮我们剪 请专业人士帮我们剪的时候 是我使得我的头发被剪 所以是 I had my hair cut I had my hair cut 中文翻译成 我剪头发了 I had my hair cut 这个同学 请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那么按照刚才这个句子的翻译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七个句子 I had my money stolen 很明显的这里的stolen 是steal的PP 对不对 S-T-E-A-L steal 偷东西 动词三态是 steal store stolen steal store stolen 所以这里的stolen 很明显的是一种什么 PP的概念 好 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I had my money stolen 上面这句话 我使得我的头发被剪 叫做我剪头发了 我使得我的钱被偷 老师 你钱太多吗 干嘛让自己的钱被偷 钱多到 希望别人来偷一点 所以你才讲这句话 I had my money stolen 不是的 谢老师没有钱多到 可以被叫人家来偷 有没有 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好 老师呢 先把这里擦掉 要特别注意一下 来看一下 这样子的句型 也就是have加上受词 加上PP 这样的句型 代表两个含义 一个呢是代表纯粹的被动 像在第六个例句里面 它代表的就是 纯粹的被动 我使得我的头发被剪 这个PP代表是纯粹的被动 可是像在第七个例句 I had my money stolen 它不是纯粹的被动 在这里 它是一种受害的意思 好 那你看看受害这两个中文字 有没有人要自己害自己啊 对了 所以受害也是一种被动的概念 所以I had my money stolen 不要翻译成 我使得我的钱被偷 而是我的钱被偷了 我的钱被偷了 当你用这个句型来表达的时候 它有一种受害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have加受词 加上PP 来当补语的时候 它有两个含义 千万不要忘记了 千万不要忘记了 不要只纯粹的翻译成被怎么样 如果你只记得翻译成被怎么样 那第七个例句 你是没有办法翻译的 这个同学请你在使用的时候 务必要特别小心才是 好 所以在这里老师举的这七个例句 有很重要的部分 都是同学容易混淆的 很容易混淆的 经过老师的讲解 我相信你下次再用的时候会更小心 好 这个是实义动词的部分 接下来来看一下实义动词 它的什么 兄弟 感官动词 跟实义动词 有没有什么样使用上的不同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接下来要再给同学呢 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感官动词 跟实义动词一样 直接从字面上去了解它的意思就可以了 请各位同学看一下黑板 好 感官动词 顾名思义就是感觉跟器官 有没有 我们直接把它分成两个字来看 感官动词 感觉跟器官 好 感觉这个字我已经会了 叫做feel 有没有看到 器官 我们要有两个器官 我们说在人体里面 分为所谓的五官 眼 耳 鼻 舌 皮肤 我要前面两个 哪两个 眼睛 耳朵 眼睛是拿来做什么的 眼睛是拿来看的 所以接下来看这样的动词 see watch look at 有没有 see watch look at 这三个动词都叫做看 差别在哪里 不要乱看哦 因为呢 乱看不成就变成peeping tongue 我们刚才讲过 就变成什么偷窥狂了 有没有 see呢就是什么 see这个动词呢 代表的是眼睛的基本功能 譬如说我现在把眼睛闭起来 张开 看见的东西 这个动作就叫看 就叫看 好 要特别注意哦 所以你能不能讲 I'm seeing a boy 我正在看一个男孩 不行 see是眼睛的基本功能 你说I'm seeing a boy 我正在看 那下一秒钟我就看不见了吗 就失明了吗 不是 所以see解释成 看见什么东西的时候呢 不能够用在进行式里面 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see 眼睛的基本功能 再来 watch是比较长时间的看 比如说watch TV 看电视 注意的看 但是呢 仔细的什么样 仔细的去看一下 look at 专注的看 叫look at 你看这一张图画 你看这一张照片 look at 要把人家的什么 注意力吸引过来的看 叫做look at 好 所以呢 眼睛看 另外notice是什么 notice也是跟眼睛有关系的 notice它的本意叫注意 注意看 那边有一只小鸟飞过去 注意看 你注意哦 那里有一只小鸟 开车的时候不要碾到它哦 注意是用什么注意啊 用手来注意 用耳朵来注意 不是 不是 是用眼睛你去看它 你就会注意到它 所以notice虽然呢 中文解释成注意 但是它是跟眼睛有关的 不要搞错 observe这个字呢 本意叫做观察 我们观察一只什么 我们观察呢 一只残宝宝的成长过程 什么观察 用手摸 用耳朵听 不对 观察也是用眼睛看 有没有 跟眼睛看有关系的动词 有这些 see watch look at notice observe 再来 不要忘记咯 眼耳 鼻舌 皮肤 我们说到前面两个 眼睛用过了 来看看耳朵 耳朵 听 hear listen to 也是听 差别在哪里 还是一样 hear是耳朵的基本功能 我听到有人在唱歌 我听到有人在叫我 早上起来 我就听到呢 小鸟呢 在我的什么 A 在我的床头歌唱 有没有 听到 这个耳朵的基本功能 就叫hear 那么listen to 是刻意的去听 我打开收音机来 听音乐 你刻意去做这个动作 打开收音机 要听某个东西 这时候用listen to 有没有看到 所以感官动词 虽然有这么多这么多 但是要记 真的很容易 配合上我们的文法名称 感就是感觉 五官 眼耳 鼻舌 皮肤 我要两个眼睛跟耳朵 眼睛是来看 耳朵是来听 好 感觉到什么样的对象 看见什么 听到什么对象 在做什么动作的时候 来 老师已经写下来了 有三个 圆形不定词 动词ing跟pp 要特别注意的是 圆形不定词跟动词ing呢 代表的是什么 这上面这两个 代表的是主动 代表的是主动 那么pp同学很清楚的 只要看到pp 你就要知道 它代表的是被动 一个是主动 一个是被动 要特别注意一下 所以感官动词的用法 比使忆动词多 感官动词后面有主动 的时候有圆形 有ing 被动一样 都是用到pp 直接来看例句 第一个 I heard my mother humming a tune 我听到我的妈妈在哼 哼一个调子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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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不对 这样的哼调子 就是不一定是 用嘴巴唱出一首歌 就是闭着嘴巴在哼 你也搞不清楚 它哼什么 你只知道它在哼 一个调子的时候 这个动词用hum 用hum 看到这里 感官动词听 听到我的妈妈 用ing来表示 可以 再来看一下 跟下面的这个句子来做比较 I heard something crash against the wall 我听到有某个东西啊 crash 这个字呢 在英文里面呢 称为你身字 什么叫你身字 一个东西碎掉的时候 clang一声 我们中文讲 clang一声 在英文里面就是 crash crash 那么呢 有一个什么词汇 你一定要会 air crash 诶 老师 空气不是air吗 空气怎么会碎裂 air除了解释成空气之外 我们说呢 诶 我呢 下个月呢 要怎么样 去美国 要buy air 哈 透过空气去到美国 不是 buy air指的是 搭飞机到美国 buy air 就是buy plane 就是buy airplane的意思 所以air呢 其实呢 跟飞行器材有关的 航空器材有关的呢 这些字的开头 你都会看到air 所以所谓的air crash 就是飞机碎裂了 飞机碎裂就叫空难 就叫坠机 不是吃的哦 是飞机怎么样 坠落 坠机 空难 叫做air crash 碎裂 所以我听到有某个东西啊 碎裂碎在哪里 against 特别注意哦 against的这一个介细词 老师帮你写上 against的这个介细词 本意呢 是对抗的意思 所以一个东西碎了 刚好打在窗户上面 叫做against the window 懂了没 against the window 所以I heard something crash against the wall 它不是against the window 它是against the wall 叫做呢 我听见呢 有某个东西呢 摔碎在墙壁上 譬如说呢 有个盘子 有的人呢 不经意一丢 一扔呢 怎么样 摔在墙壁上了 摔碎了 叫做 crash against the wall 那么在这里 老师要提醒各位同学 同样是听到 什么样的授词 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 用ing跟用圆形 差别在哪里 特别注意 不要忘记了 ing现在分词 除了代表主动之外 它还有另外一个含义 指的就是 动作在进行 动作在进行 所以当我用humming 用ing的时候 我听到我的妈妈 在哼一个调子 I heard my mother humming 这里用ing 我在叙述的时候 我在告诉你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是要强调 我听到的时候呢 妈妈正在哼 我听到的时候 妈妈正在哼 如果用圆形的话呢 是指我有 怎么样 我有听到这个动作 我有听到 这个事情的发生 这个声音的发出 但是我没有强调 正在进行 所以基本上 要不要用ing 要用圆形 还是用ing 要看讲话的人 自己来决定 你如果呢 要用什么 要用ing来强调 是代表你 看到的时候 或者你听到的时候 那个动作 是正在怎么样 正在进行的 如果没有正在进行 你纯粹只是在 叙述一件事情的话 你就可以用圆形来表示 这样懂了没 好 在这两个部分 都是主动的概念 第三个 I saw the boy punished by his father 我看到这个男孩 还是一样哦 感官动词 不要忘记 它在这个部分 是属于第五句型 我们讲的 主词 动词 受词 男孩 男孩 被怎么样 为什么用pp来表示 为什么用pp来表示 你如果知道 这个字的意思 就不难了解了 punish 叫做处罚 男孩一定是 被 这里有个by 被字 被他的父亲 处罚 他是被处罚 所以受词 跟这里补语的关系 是处于被动的 所以我们用的是 punished pp来表示被动 I saw the boy punished by his father 我看见这个男孩了 被他的爸爸处罚了 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跟你提到 感官动词 要注意的部分 那么接下来呢 同学呢 要稍微休息一下 换个教学袋呢 我们再回来看看 在第五句型当中呢 有什么样的 实际的翻译练习 有什么样的句型 要让同学呢 来做练习的 我们记得 休息一下 待会一定要回来哦 稍待一下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